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YY滑头字幕店 现在这个人的生活很丰富 有不少人的夜生活更丰富 而且有的人为了追求的真实感 提强就上,连套手都不在 虽然做之前呢,人像打鸡血一样兴奋 不过完事之后有点犹豫了 就坐不住了 在那琢磨我,我是不是得性病了 要染个没毒外滋那不毁了 我有个朋友上有次去喝多了 去洗了上拿 事做,没带套 悲催的是什么呢 据说还是被人家上拿妹霸王引上弓的 不过这钱肯定还得套 结果 插字下完了之后可毁了 然后隔山插入了给我打电话 问我是不是他得艾滋了?他没毒了?搞得自己像神经病似的 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个 如果你已经怀疑自己得这个性命了怎么办 首先如果说你真做没带套 而且还出现了什么流浓 骚痒 又长这长大的哈 这时候你千万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这个医院去看 那时候想啊,那多不好意思呀 然后再遇到个苏人 七大姑八大姨的,那多丢人呀 我靠,那你要早至现在何必当初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去这个正规的医院? 假如说有人怕丢人 就赚捡的野鸡医院去 什么蓝天呀,白云呀 还有的人像一些被莆田戏给包了的部队的小医院 那里边的大夫都是猴敬猴敬的 人家一看你做贼心虚的样 那肯定就知道你没干好事 你想他不宰你,谁宰你啊 对吧 什么你今天不治 那你下星期就得流浓 再下星期就得亏浪 那你这辈子的幸福就别想好了 然后就你那点小钱包,对吧 一通检查 再加上开药 这不折腾两三次就别了 对吧 所以说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医院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说虽然现在这个性命很猛 性命猛又火 但是呢大部分的这个性病 如果说你怎么发现正规的治疗 大部分还是都可以治愈的 即使说这个艾滋病这么猛 但是通过很多这个像鸡骨酒疗法呀 也可以控制的不错 但是如果说你要耽误了,治稳了,也没好好治 那麻烦就大了 弄不好还整个段子绝顺 另外一个呢,就说有人说那我做了然后也没带套,那我吃点药行不行做完之后 那你想那如果是吃点抗生素 那要是病毒感染呢 对吧,你吃抗生素那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啊 我想那不行抗病毒抗生素都吃啊 好,那还有证据呢 对吧 再一个试药三分毒 你别整个狐狸没打着,还是惹了一身烧 对吧 随随也不要自己随便乱吃药 还有一个是不少人关心的哈 假如说,哎 对吧 做了 然后 哎,做完几天之后也去医院查了一些像抗体什么眉毒啊 哎,这样都是阴性 哎,这是不是就没事了 是不是就着陆了 其实这个也不是哈 因为像那个 梅毒,艾滋呀,驱灵感病感染,主要通过这个抗体 这个抗体的产生是需要时间的 有些都得需要超过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怀疑的话,我们一般 都聊到三个月之后再复查一次 如果这次还阴性的话 说明感染的可能性 就比较小了 但也不是绝对的哈 因为这个人很复杂 那有的人感染之后就早期就不产生抗体 所以说呢 还是要这个 杰森字号吧 那有人说,即使说你不染上梅毒或艾滋 那你传染个 乙肝 最后再发展成个肝癌 是不是也够你喝一 够你喝一壶的 有人可能不知道哈,这个乙肝也是这个 性传播疾病 你想那中国是乙肝大国呀 然后你想那 小妹什么上拿妹,那保不准就有好几个乙肝 是吧 再一个哈,如果说你真有时候喝多了,没忍住 但也千万别忘了 那个带套 好吧 保护好自己 别一丝如成欠骨恨 咱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好吧,再见